接下来的内容我有点犯难了 哪里能买到呢 这个戴表跟戴帽子都有一种价值取向 一种是符号 一种是审美 还有一种是兼而有之 上次我们说灌篮师的表评论里有这么一种问题 不是说京工退出中国了吗 今天我们就拿这款表来回答你 为庆祝GS中国公司的成立而在中国首发的 灌篮师SBGA511G 这款表让观察师的粉丝给起了个外号 叫彭田道香 起因是表盘图案的灵感 来自日本著名的彭田景观 之所以开箱这款表 是因为这款表是限量的 而且到手的方式有点特殊 搞不好有可能错过机会拍大腿 尤其是那些受不了满大街 都是某品牌的表的表友 而且我预计这款表的很多东西 还真是满大街的表都没有的 那么这款表怎么样 老规矩 我给你从以下几个角度聊聊 外观 机芯 上手效果 和收藏性 这种特殊的收藏方式 也无形中扩大了你的竞争对手的队伍 稍微有点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哪里能买到 等一下我试着分享一下 开始之前 请你确保已经关注了 喜欢的话 也请点赞转发 一键三连 先说说外观 很多人喜欢上灌篮师 是因为它的壳形 既然是诞生的头几年 外形风格已经凸显自己的特色了 但是还不固定 直到1967年 一捆叫44GS的壳形 奠定了GS后来的设计风格 仔细观察这个44GS壳形 外观存在多处明显的平面 比如表圈表耳 还有就是表盘表针 如果有等高扫描的话 可以证明这个有趣的现象 跟常见的瑞士大盘不同 这个表壳上锋利的线条 常常是由两个超镜面 抛光的平面形成的 44GS表针和刻度是最具特色的 平面被用到了极致 我听说GS有个设计信条 一只用平面和二维曲线 二所有平面 不管是表壳还是表盘 哪怕是表针都尽可能纯平 三所有平面都尽可能不变形 这个设计信条的三原则体现的是理性主义的光辉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体现了东方品牌的内在追求 我觉得三原则的提炼是成功的开始 作为后发品牌 懂得理性思考 才能取得对话顶级品牌的话语权 但实现这些信条而不妥协 意味着巨大的付出 甚至是牺牲 我们的小伙伴说拍这个表的时候 发现这个表特别上线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它这个表的表壳所用的这些工艺 这些超镜面抛光 还有二维曲线 所形成的那种锋利的线条 就拿这个超镜面的抛光来说吧 很明显比拉斯和抛光组合难度要大很多 好在日本有磨刀的艺术 用在这里比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匠效率都高很多 也就是说只有日本工匠玩镜面抛光打磨是最高效的 这个表壳上还有一个内倾斜表面 让表显得鲜薄而且适合任何尺寸的手腕 另外说说我最近关于好表 尤其是高颜值万表的思考 虽然高颜值万表在一百年前就有了 比如卡蒂亚的桑托斯 但是万表从技术工具进化成高级配饰 尊达的作品具有足够的生动性 理性分析一下 尊达的创意也是落实在了一些造型原理的基础上 比如阶层结构 也就是表壳中部做美学延展等等等等 把这些东西抽离出来 你会发现灌篮师的设计师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高颜值 与欧米加超霸的不对称表壳稍有不同 灌篮师这个缩进式表冠 实际上相当于延展的表壳中段 起到了表观护桥的作用 而且它是对称的 这无形中让表壳中段形成了一个台阶 与尊达的某些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不说说表盘 一般情况下外观就算说完了 但是灌篮师的表盘给丹拎出来说一下 这款表型号是SBGA511G 首次出现的特色表盘 藤田道香 表盘是GS的画布 灌篮师在表盘上玩赚东方美学的外观元素 如果说专项收藏的话 GS的玩家往往以表盘为收藏线索 因为这个是灌篮师独有的 源自日本彭田景观 蓝色表盘仿佛天空的倒影 彭田 这彭田会不会就是咱们说的梯田呀 金色洞权 秒针和logo宛如阳光和丰收的稻田 下面说是机芯 机芯型号是9R65 灌篮师的粉丝马上就能识别出来 这是一款Spring Drive机芯 世界上主流的机芯形态无非是传统的机械机芯 电池驱动的实应机芯 而灌篮师的Spring Drive机芯 属于第三类机芯 它也通过上弦或者人的手腕的动作作为能量输入 但利用实应震荡器的精准来调速 说白了 它是一款机械机芯 有发条轮系等等机械装置 但用实应震荡器取代了百轮油丝机构 之所以说它是第三类机芯 是因为它的秒针运动是平滑扫动的 而机械机芯的秒针 如果你仔细观察 它是每秒分几个不长跳动的 时间本没有不长 是因为人类的实际设计才有了不长 这款表用的9265 是目前最标准的92Spring Drive机芯了 在GS很多型号上都用了 今年又是Spring Drive 9R机芯诞生20周年 9R65也是GS玩家通常最早购入的机芯选择 作为第三类机芯 9R65的机芯有的绝大多数高级机芯打磨 包括灌篮师特有的波纹啊 倒脚抛光啊等等等等 这个机芯有30颗红宝石 但别忘了这个机芯可不包括百轮油丝组件啊 30颗红宝石意味着什么 你懂的 另外某日内瓦品牌也做过这种机芯的限量款 你如果知道是哪个品牌的话 打出来 按说这上面应该有独立编号的啊 因为这是全球限量100枚 但这款表没有刻独立编号 统一为one of one hundred 这款表的动储呢 在满链状态下是72小时 这个是21世纪自产集新的标准 走时误差平均正负15秒 是每月哦 防水18 咱们现在看看上手效果啊 直径40毫米 即使是大表风潮回落的今天啊 也是很优雅的 还附赠了GS原装饿衣皮表带 并带针扣 这个原装钢链加原装皮表带 这是日本的出货标配 这个道箱礼盒也是预售阶段特有的啊 预售结束了就没有了啊 总结一下啊 中国首发限量100 特质表盘偏执狂的打磨 灌篮师的签名机芯 4万出头的价格 还附赠原装带针扣的饿衣皮表带 有人把万表当符号 有人是出于审美 有人则是两者通吃 即便是从符号角度 这个Sparkle with Quality 这些做工精准反映品牌的特性啊 精准 美感 易读性和使用方便 这个符号功能你认同吗 虽说这些属于符号范畴啊 但里面已经包含了美感 也就是说选择灌篮师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想带个符号 但是这个符号里的内容已经外溢了 独特的预售方式 更增加了稀缺性 接下来的内容我有点犯难了啊 灌篮师这款表现在是第二批预售了 哪里能买呢 9月7号开始 22号结束 OK 这款表的开箱就先说到这里啊 你喜欢吗 我们那地方说的不对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起来 谢谢你 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